什么武器使用方式最特别呢? 吃鸡里大部分的枪使用方式都很正常 今天来聊聊使用方式最特别的三马武器 萌兴一脸懵,老玩家全都懂 1.平底锅 如果你是刚玩吃鸡的新手,肯定会纳闷 怎么游戏里出了这么一个搞笑的武器 平底锅不是做菜的吗?怎么也能打架了? 可能会认为平底锅就是近战武器用来敲人的 可实际上平底锅最正确的方式就是放在屁股后面 带着就好了,不需要额外的操作就能防弹 这也是自动拾取平底锅的原因 2.战术弩 战术弩是度假岛的专属武器 很多不知情的玩家以为 这不就是换了皮的十字弩吗? 其实并不是这样 战术弩拥拥有十字弩的一切功能 但是在十字弩的基础上进行了升级 可以使用火弩键点燃茅草 还可以装备普通弩键,搭建或者修复锁到 很多人都不知道第二个用途 3.信号枪 信号枪也是吃鸡非常有特色的武器 不是用来打伤害的 而是用来召唤飞机支援的 可以根据情况选择在圈外召唤两栖装甲车 或者在圈内召唤超级空头 没玩过吃鸡的肯定不知道信号枪的这个用法 小伙伴们,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我们下期见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